这里呢,是尔湾一座小学的嘉年华活动,这个定期举行的,因为同学们呢,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,所以大家都想把自己的文化分享给同学们。 一进来呢,就是要拿一个这样小本本,然后到不同国家的柜台前面去盖一个章。 首先呢,来到的是韩国的同学们准备的台子,然后这里给大家发小旗子,还有各种饮料。 还有当地特色的一些零食,这台子布置的还是非常漂亮的。 我们接下来呢,看到的就是伊朗同学的柜台。 台子上面呢,铺设了这种传统的毯子,然后还给大家泡了这种当地特色的茶。 另外呢,小零食都是用这种塑料袋子装起来,还有一个抽奖活动,抽到了之后呢,可以送一个小礼物。 这个是从台子上面拿的吃的。 不知道这个吃的叫什么啊,接下来就是咱们中国的台子了。 然后呢,提供了这种纸,让大家写毛笔字。 而且呢,还准备了炸鸡。 味道非常的不错,都是孩子们自己做的。 这个台子呢,是菲律宾的同学们的台子。 也准备了很多当地的特色的玩具之类的。 这个是墨西哥同学的柜台。 非常传统的铺设。 另外呢,这个是埃及的柜台。 他们同样是有当地特色的,这是抓饭还是炒饭。 然后用各种果热拌起来的,在现场制作。 想让其他的同学都尝一尝他们的特色。 这个是印度同学的柜台。 这个饮料是印度当地的特色,酸酸甜甜的。 他们极力推荐的。 还有这种小零食。 并且呢,他们还准备了这种茶包。 你看啊,这个是一个印度孩子的妈妈,非常热情的跟大家打招呼。 这个呢,是乌拉圭的柜台。 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特色的小礼品。 除了这些特色的台子呢,还有各种表演,来体现各个地方同学的特色。 同时,学校也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些文具,作为小礼品,还提供了水。 孩子们呢,也都很自觉,拿个一两根,做个纪念。 接下来呢,是来自韩国同学的歌舞表演。 这个鼓打得相当有范儿。 紧接着这个同学,带着这个大头,转着圈就出来。 这还蛮好玩的。 你看,还有这个更长的,扭着就出来了。 这些孩子呢,在表演结束之后,非常非常的有礼貌。 给大家90度的鞠躬。 紧接着呢,他们中国的孩子上台了。 穿着民族的服装,从这边走到那边。 你喜欢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上学吗? 欢迎留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